表地上看书 身后的喷泉为她驱除夏季炎热的同时 也勾勒出了少女含苞待放的曼妙身姿 湿透的衣衫和纯真的笑容 像迷雾中的女妖 倾可间便要勾魂夺破 就是这不经意间的抬头 让她面前这个男人坠入无尽的深渊 时间回到一切开始的那个夏天 大学教授亨伯特前往度假期间居住的房东家 遇到了草坪上读书的少女 房东的女儿洛丽塔 洛丽塔全身被水打湿 勾勒出少女微微发育的曼妙身段 涂着红色指甲油的粉嫩双足 微微卷曲着 不经意地抬头 露出了独暑少女的纯真和魅惑 无意不离亨伯特深深着迷 亨伯特感觉14岁时 一女友去世而冰冻的心 再一次因洛丽塔跳动起来 她开始偷偷地观察洛丽塔 为每次不经意地触碰而喜悦 亨伯特深知自己不正常 甚至疯狂的行为 但她无法抑制自己 她的视线已无法从洛丽塔身上转移 亨伯特越来越沉迷于这不正常的感情 甚至产生了独占洛丽塔的想法 而少女由于无意的试探与挑逗 更令她更加无法自拔 当得知房东太太决定 把洛丽塔送到寄宿学校时 亨伯特完全慌了 她无法忍受没有洛丽塔的生活 而洛丽塔告别的一吻 更加使她陷入无法自拔的幻想之中 这也使她更加疯狂 为了能和洛丽塔在一起 她甚至接受了房东太太的求婚 好景不长 房东太太发现了亨伯特的日记 发现了她一贯禽兽的一面 在愤怒下 房东太太离家出走 却在路上因为车祸意外身亡 房东太太死亡后 作为丈夫的亨伯特顺理成章的 成为了洛丽塔的监护人 亨伯特立刻开车接回了洛丽塔 隐瞒了房东太太去世的真相 不明真相的洛丽塔在车上 向亨伯特热情的索吻 利亨伯特的欲望进一步扩大 等待的洛丽塔肆意的挑逗亨伯特 她知道这是不齿的乱伦 但出于炫耀自己 还未完全开放的魅力 她放纵了亨伯特 对她的这种危险且不正常的感情 在旅馆的夜晚 亨伯特在半夜 偷偷爬上了洛丽塔的床 而洛丽塔对此只是半梦半醒的默许 并在早晨献上一个甜蜜的吻 洛丽塔放肆地将这个男人 玩弄于鼓掌之间 而亨伯特对此甘之如饴 随着他们的关系的加深 亨伯特对洛丽塔的占忧欲越来越强 而此时 房东太太的死亡消息 让洛丽塔意识到 身边只剩下亨伯特一个人 如同无根的扶贫 在亨伯特的提议下 他们开始了长长的旅行 他们在车上打闹欢笑 洛丽塔放肆地笑声 充斥着整个车厢 最终他们结束了旅行 亨伯特带洛丽塔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并送洛丽塔上了当地的一宿学校 新学校很快抢走了洛丽塔的注意 他开始对舞会和话剧感兴趣 开始想要经济独立 开始想要摆脱亨伯特的控制 他利用自己年轻的身体 诱惑亨伯特妥协 亨伯特也渐渐察觉到 洛丽塔想要逃离自己的计划 但他深陷于名为洛丽塔的沼泽泥潭 无法自拔 只能更加严厉地管控洛丽塔 在他们一次激烈的争吵中 亨伯特失控地打了洛丽塔 洛丽塔愤怒地吼出来 母亲死亡的真相 并在大雨中跑回了家 打电话的洛丽塔 洛丽塔向他宣布 他可以离开学校 条件是 亨伯特需要和他进行一次 完全由洛丽塔主导的旅行 亨伯特同意了 他们在雨中漫步回家 相拥而眠 在旅游的路上 亨伯特察觉到自己被跟踪了 他以为是警察察觉到了 他对未成年少女犯下的罪行 正对他展开调查 他开始心神不明 惶恐不安 对任何接近洛丽塔的陌生人 神经过敏 有一次 因为洛丽塔没有按照他的指示 旗下跟踪的车牌号 亨伯特打了他 又在之后忏悔地道歉 他们在一个小镇上停留 亨伯特发现 洛丽塔趁自己不在 偷偷见了其他男人 而他却只能在一边绝望地亲吻洛丽塔 一边恳求他告知真相 他明明将洛丽塔整个人控制在怀中 心却依旧在洛丽塔的鼓掌之间 无法逃离 夜晚 亨伯特从床上惊醒 他太害怕自己的罪行败露 洛丽塔会因此和他分离 所以他连夜带着洛丽塔逃离了小镇 但洛丽塔却在途中感染了病毒住院 亨伯特只能将他留在医院休养 一天 亨伯特打电话 向医院询问洛丽塔的病情 却意外得知 洛丽塔被所谓的叔叔带走 他崩溃地闯入医院大脑 却依旧得不到洛丽塔的半点下落 亨伯特冷静下来 开始寻找洛丽塔的蛛丝马迹 他绝望地分析出 那个跟踪了他们一整个旅途的人 并不是警察 只是另一个和他一样的恋童癖 最后 一无所获的亨伯特 经历了曾经充斥着洛丽塔欢笑的轿车 失落地回到了阴冷的家中 三年后 亨伯特意外收到了洛丽塔的来信 他请求亨伯特给他一些经济上的援助 亨伯特练习了枪法之后出发了 他要去杀死这个 多做他一生所爱的男人 亨伯特依照经见地址找到了洛丽塔 他以为人妇怀着身孕 抱着肚子联络出幸福的笑容 而洛丽塔的丈夫 也不是当初带走洛丽塔的男人 洛丽塔向亨伯特揭露了谜底 带走他的男人 是亨伯特从寄宿学校接到洛丽塔的第一天 在他们所住的旅馆里遇到的巨作家奎尔蒂 洛丽塔向亨伯特坦言 奎尔蒂是唯一让他疯狂爱慕的男人 原来从一开始 亨伯特就从未得到过洛丽塔的爱意 亨伯特看着现在臃肿苍白混俗 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 如枯叶一般褪色的洛丽塔 但他依旧爱着这样的洛丽塔 就如当初第一眼见到洛丽塔时一样 只要看到他便万般柔情 留上心头 亨伯特最后一次卑微而绝望地恳求洛丽塔 他哽咽着问 只要25步 你是否愿意走上那辆你熟悉的汽车 与我一起生活一起死去 洛丽塔拒绝了他 他依旧给了洛丽塔4000美元 并拒绝了他的拥抱 你一碰我我就会死 亨伯特如此深情而绝望地说 亨伯特独自坐上了 充满他们回忆的汽车 在阳光下 他仿佛又看见了 当年那个妖女精力一般的洛丽塔 然而他却没有一刻属于她 最后 亨伯特来到了变态剧作家 奎尔蒂玩弄未成年少女的老巢 杀死了这个猥琐的变态 亨伯特满身鲜血 晃晃悠悠地开着车 手里紧紧地捏着洛丽塔的发卡 他在悬崖边驻足 而边传来孩子的欢声笑语 他感到心灰意冷 不是因为身边没有洛丽塔 而是这欢声笑语中 没有那曾经的精灵 亨伯特亲近整个生命的爱意 没有得到洛丽塔 一丝一好的动容 他以长者的身份 霸占了洛丽塔的青春 所以在洛丽塔看来 他们之间不过是一场交易 他不会为这样的爱感到幸福 也不会原谅 亨伯特的所作所为 原来从头到尾 只是亨伯特一个人 沉面其中的独角戏剧